今天4月20日故事的标题叫长跑父子情 对应的历史实践是09年4月20日 迪克霍伊特和里克霍伊特 就是实际上著名的长跑父子双人组 在09年这一天他们完成了第一千次 注意啊第一千次路跑赛 第27次波士顿马拉松 特殊的比较特殊的是不仅是因为他们是父子 老爸68岁儿子47岁 更加惊人的现实是儿子里克是不能说话 也不能走路的残障者 他坐在轮椅上由爸爸迪克推着跑 就这样完成了一千次路跑赛 他为啥是残疾呢 因为里克出生的时候 因为脐带绕紧造成了脑部缺氧 直接产生了严重损伤 这个就不得不就直接瘫痪了 出生的时候就瘫痪了 就是本来呢是医生认为 他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一生 如同一个植物人 但是霍伊特夫妇呢 并不因此绝望 他们一直仔细观察 儿子呢 想让他这个叫恢复一些 互动的能力 到了11岁的时候呢 11岁的时候 那么甚至于他们去到特福斯 特福斯大学工程系 试着找出来让里克与外界沟通的办法 因为他脑部受损 虽然后来可以发现的是啥呢 他眼球还能动啊 也有也有些微的表情 但是他没法说话 没法说话 那么 那么后来呢是啥呢 就是这个大学啊 是斯福特大学 专门为里克设计了一套 用颈部侧面控制鼠标的电脑 从此打开了里克与外界沟通的渠道啊 这个国外对于这种神智啊 就大脑很神奇 你虽然外界的硬件都不行了 但他的软件呢 可以通过发育 重新恢复啊 操作系统都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一直到了77年 里克15岁的时候 他的一个中学同学呢 因为意外而瘫痪 学校要为那位同学办跑步比赛来筹款 里克就用电脑在屏幕上打出来 爸爸我也想参加 那就为了这个儿子的心愿 迪克就推着他跑了五公里 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公路跑步 那之前迪克呢 也不是运动员 更没有跑过公路赛 到达终点之后呢 儿子在电脑上对爸爸说 说其实慢慢打字 侧面用鼠标 实际上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用舌头 或者是应该是牙齿咬着 控制一些小的装备 来慢慢的打出字来 而我今生 他给这一次跑完之后 我今生第一次不觉得自己是残障 好这一句话 就让这个老迪克 老迪克 老迪克和李克就结成了这个叫父子 父子团队 那么他决定了 让儿子永远自我感觉良好 于是准备参加最有名的波士顿马拉松赛 到79年 父子来到波士顿 没想到大会不接受他们报名 理由是霍伊特父子呢 不是参加的个人赛 而且同时李克呢 他也不是轮椅组的参赛者 因为他动不了 他纯粹就是让人推着走 有些人看似正常 那么这个 但是组委会的人是非常 有的人是看起来正常 但实际上是不正常的这个顽固 但是所以 他推着儿子跟大家一起跑 而且他们的速度非常快 很多人还追不上 但是成绩的不被承认 所以这个呢 不被承认 这个之后就来跟他说 以你们父子俩的实力 干嘛不参加铁人三项呢 让大家更加震撼震撼 但是呢 这个时候 79年的时候呢 蒂克还不会游泳 而且六岁以后 他也没参加过 他也没骑过脚踏车 怎么可能带着50公斤重的儿子 完成铁人三项比赛呢 结果啊蒂克他呢 最终还是办到了 他不止变成了游泳健将 还带着儿子完成了铁人三项 负责两前后 一共参加过200次铁人三项 包括最严峻的夏威夷铁人三项 那是要耗时15个小时的超级大赛 基本上要先游泳 再跑步 然后骑自行车 是先游泳在自行车 再跑步 我忘了啊 反正总之呢 铁人三项赛呢 是这个前后里程家 才超过了100公里的 这种高强度的比赛 从此之后呢 就没有什么是霍伊特负责 负责当克服不了的了 蒂克背着儿子参加爬山 越野滑雪 甚至于单车横跃美国 他们跑马松的最佳记录 是两小时40分 只比世界纪录慢35分钟 好吧 这有一个应动方面的 这个反常识 因为他是推着他儿子的轮椅走的 所以他能够借力 实际上他消耗的体力 比其他人还少一点 那如果他的这个轮椅呢 这个性能带好一点 他实际上的确可以比正常人 跑得还快 但是呢 也就是说你既然是这么 能扛着 能推着一个人完成比赛 你干嘛不单独跑 但是蒂克呢 他说是坚决的时候 永远不会单独参赛 之所以反复参加次 纯粹是为了跟儿子一起跑步 游泳骑单车 这个就是单纯的 这个父子俩干其他的事情 都会让儿子显得是一个残障 只有两个人一起参加比赛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团队 这个很感人 长跑父子轻 其实说你看 他09年就完成了1000次 这个时候已经68岁了 人说他的人生 他的人生这个叫40多年 将近50年时间 对吧 就是一直大多数时间呢 都是在自己背赛 带着儿子去比赛 那好吧 那这神奇的是啥呢 首先我第一个感觉是 他参加这么多比赛 他有没有正职工作 我估计啊 他老爸呢 是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至少是啥呢 离开了他 他还能有持续的收入 所以他能够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花在跟陪伴自己儿子身上 那如果换到一个普通人家 我在中国看到的这个唯一类似的例子是什么呢 也拍成电影了 那不是长跑父子轻 而是叫啥呢 这个一个残疾人 一个残疾人 他呢被家庭出生的时候残疾 就双腿就畸形没有腿 你可以这么认为没有腿 所以他只能干一些轻体力劳动 后来呢 他终于找到一个活计呢 是能够去镇上帮人去修自行车修鞋子吧 但是他从他的村到镇上呢 是就是也有十几公里啊 十公里的样子 之前他是用自己手呢 自己爬在车上 自己用手扒拉着去啊 那么经常是手都伤了 后来呢 他碰到一个流浪狗 这个流浪狗跟他结成了一对 流浪狗每天拉着车 把他拉到市集上 然后晚上又把他拉回来 结果这一人一狗就这么样 一口气了十几年下来了 所以好吧 这个这是父子 人家只是流浪狗和一个残疾人 都可以结成这种 那所以人家真情到底是怎么结成的 这个至少长跑父子情 让我感觉到执念啊 执念就是一旦找着 找着我们都愿意去做的事情 那么他就所有的事情都不是都不是问题啊 只是坚持变成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这种对大多数来说是一个著名的挑战呢 要备赛要拿到好成绩 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真正的快乐的生活 其他的一切的这个叫什么挣钱呢 逼着小孩 哎呀考试好一定要上各种这样的班 这种这种这种反反复复一代逼一代人 这是我们中国式的这个父子情 因为大家都不希望下一代比自己差熬得更差 那怎么样更好的这个教育教育啊 你知识技能比上一代要强 这是唯一的期待 其他的算不上 你说在中国啊 这个你你这种事情 你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力和这个报道 是不是这样呢 大妈感谢大家订阅观看或收听大妈的多重宇宙 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